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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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大选是中共戒选最严重的一次 要粉碎中共戒选最好的手段就是中国支持谁 就不能让这个人当选 否则就不是在选总统而是在选特首 中共要支持谁 我们只要把人给他支持 他不如是给我们共和 还是给我们利益丢队 我们只要照中国的意思 这样我们民族就不害怕了 拜登总统秦深跟中国国家主席 是这边说的 中共要主要用台湾人民的选业 美国世界就是这边的选业 但是中共继续的选业 美国总统国务 这样我们政府就得到 用我们新鲜的选业 我们再重新鲜的选业 我们要支持三个人 做公共的民族 蓝信德提到 这一次民进党部分区提名名单 有长期关怀儿童交通议题的 进捐基金会执行长林月勤 与在大基隆地区治疗病患 数十年的王正旭医师 就是希望维护国人交通安全 并照顾国民健康 因此医生出身的他提出当选后 希望2030年 国人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减少40% 2050年因癌症死亡人数 更要降低一半的目标 作为安乐区当地信仰中心 慈云市主委李林宝玉 对于赖副总统到访感到非常荣幸 也预祝他高票当选 赖副总统要来准时参与 我们感觉很荣幸 非常欢喜 大家都很荣幸 现在很多人来等 我们楼方会尽力支持 会尽力支持 会希望去高票当选 赖副总统参败现场有很多里长都出席表达支持 也让蔡森宇同志委相当感动 周恩廷则强调赖副总统是最重视基隆的候选人 未来也有赖副总统照顾 基隆一定会大发展 现在在选总统有三组的民选 但是 跟他一组 跟他一个总统考栓人 他在他的电视白铺里 说到他未来 要如何建设我们的建设 这个人是谁 爱情德 不做总统就最支持我们建设 如果让他做总统 我们基隆心事的大发展 赖清德再次呼吁 基隆市民踊跃出来投票 总统支持赖削佩 立委支持郑文庭 政党票投给民主进步党 三票雇台湾 只有提高投票率 台湾民主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